球棒准备好没有 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把学校的败给队 我们那个时候最尽的一件事就是把政治显成 到现在就60年之间 从台湾的棒球也成立了职业棒球 从事棒球的时候我是有想法 我们必须要走上国际 所以自从我当全国历史长1997年开始 把所有的国际赛尽可能的在台湾去办 那自从走上国际以后 也很荣幸的被国际的有人 我推荐为我帮国际的推荐 也当了世界棒球总会的首席部队长 那这两个职位呢 可以说 帮我们台湾棒球争取国际赛 有很大的棒球 我们中国文化 以及天下无难事 我觉得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我台湾记谢国陈先生所讲的 安全工作是傻人做的事 所以我就是当作一个傻人 60年度一日就是这样做下来 恭喜彭筹浩先生获得终身成就奖 请彭先生上台领奖 也恭请颁奖人教育部 潘文中部长上台颁奖 彭筹浩先生投入上亿经费提供母校 中国文化大学棒球队学生各项的支出 自己也是棒球选手出身 为台湾棒谈培育出无数的精英才 积极推动国内各级棒球赛事 并且争取多项国际赛事在台湾举办 至今已经举办多达50多项的国际赛事 20多年来对于台湾棒球国际化的耕耘与付出 让台湾棒球的世界排名 要升至第二名的历史新高 今年7月刚刚获得世界棒磊球总会 授予最高的荣誉勋章肯定 对台湾社会贡献卓著助 更开拓台湾棒球的全新局面 让台湾棒球的竞技实力攀上前所未有的巅峰 获得终身成就奖实至名归热烈掌声 恭喜彭成浩理事长 对说到棒球没有人不知道彭成浩先生的贡献 获得111年度学校体育传聚奖的终身成就奖实至名归 谢谢谢谢我们辛苦的教育部潘文中部长颁奖人 也请彭先生留在台上致得奖感言 谢谢 来 请上前 谢谢 热铁掌声 来 再次谢谢 也谢谢部长为我们颁奖 谢谢部长 恭喜彭成浩先生 感谢教育部 感谢体育署 今天给我这个奖 在我个人来讲 好像是天上掉下来一个礼物 彭先生可被麦克风再近一点 我们听得比较清楚 不好意思 谢谢 好像是天上掉一个礼物下来 80岁了 终于还能够拿到这一个奖 我好热烈的掌声 付出良多 非常的开心 在这里我想必须要感谢的 就是文化大学 文化大学是一个非常自由开放的一个学校 对学生各方面的发展 好像是比较开放一点 我个人感觉好像给我很多的空间 这60年 我当第一天进入文化大学去的时候 就想要在文化大学发展 把棒球运动带起来 我是第二阶 学生有限 学生有限 因此我就在学校各系去贴海报 我征召放球选手 只要能够投 能够打 能够跑 好一点的 我就把它征召起来 这就是文化大学第一届的学生 第一届我们从日间部招生到夜间部 那夜间部的学生才是我们的主将 因为夜间部当时有很多活作金库 华南银行 土地银行的选手 他们都是以前打过国家代表队的 所以我在第一届的时候 总共才18个选手 我们打那一次比赛叫做 北区八专棒球检标赛 我们拿了冠军 真是不容易 真是不容易 从此以后 第一届开始到现在 等明年就是60周年 所以明年我们将会办一个 比较像样的一个活动 也欢迎大家来 一定 一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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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文化大学 所以说会有一个 比较自由开放的一个学风 我要感谢创办人张启文先生 他给我感到就是 一个非常伟大的教育家 我第一届的选手才18个选手 这18个选手 要带动后面60年的期间 我们告诉各位 现在的职棒 到今天现役的选手 我们有66个选手 是文化大学毕业 所以我们是有在根源 也有在生产很多 就培养出很多选手 这是很了不起的 很了不起的 那因为创办人 文化大学 让我有一个空间 教育我要怎么去做 这60年如一日 我38岁 有一天 人家来找我说 要请我当台北市办委会 办群委员会主任委员 我吓了一跳 我接受了 我接受了 第二个月 我第一站就到日本去 我去拜访王真志先生 我要叫他告诉我 要怎么去 为台湾的棒球运动去努力 这60年间 不断的 我的心 没有一天离开过 文化大学棒球队 没有一天离开过 国家代表队 所以 我在九年前 就接了 亚洲棒球总会的会长 这二次 日本人特别 推荐我出来 十三年前 我也接受了 世界帮总首席会长 首席副会长 我有这个荣耀 我要感谢文化大学 感谢文化大学 谢谢大家 哇 谢谢 恭喜彭会长 谢谢 谢谢 请留步 来 请彭会长留步 也请 来 部长